今天我們翻到小腿的前側 來說明一下小腿前側的肌群 以及小腿外側的肌群 在小腿前側的肌群 主要是從小腿的骨骼往下 跨過懷關節之後 會連覆到逐步的骨頭 這些小腿前側的肌肉呢 可以跟小腿後側生成的肌肉做相對應 它包含的肌肉有 位在頸骨前方往下 連覆到小腿骨頭 逐步骨頭的肌肉 我們把它叫做 近前肌 TPS anterior 另外還有延伸往下 連覆到外側 四根腳趾的 遠端趾骨的肌肉 我們把它叫做 前腿上脖腸肌 指腸腸肌 Extensor digital Ellen Longus 另外還有一塊是從深層延伸出來的肌肉 肌肉 主要在腸肌腱 會連接到大腳趾的遠端 趾骨 这条鸡肉我们把它叫做母长生鸡 Extensor Herusis Longus 此外还有一块往外侧的小鸡肉 它会连接到第五植骨 Meta Tassel Bone的鸡部的位置 这块鸡肉我们把它叫做第三肥骨鸡 Peronius Tertius 这些小腿前侧的肌肉 主要都会跨过踝关节 因此可以提供足背一个往上的拉力 可以让踝关节产生背驱的动作 Dose C Fraction 同时延伸到脚趾的部分 可以让脚趾做深的动作 Extension 此外在足背的部分还有一些短的肌肉 包括了直短生肌 Extensor Digitone Brevis 以及母短生肌 Extensor Herusis Brevis 接着我们来看 在小腿外侧群的肌肉 外侧群的肌肉主要只有两块 都是在肥骨侧 因此依照肥骨来命名 从肥骨上端肥骨头的这个地方 出发的这块肌肉 它往下会形成长肌腱 绕过外怀的后方之后 往足底方向延伸 最后连复到 逐步内侧的骨骼 这块肌肉我们把它叫做肥骨长肌 Peyronius或是Fibularis longus 压在它下面的这一块 我们称之为肥骨短肌 这块肌肉它会延伸到 第五肢骨肌部的结结 Tubicle 因此我们把它称之为 Peyronius或是Fibularis brevis 肥骨短肌 接着我们来介绍就是 小腿的肌肉往下延伸出的肌腱 跨过踝关节 连复到足部骨头的情况 首先我们看一下 背部脚腿后侧深层的肌肉群 深层肌肉群会连复到 下面脚趾的肌肉主要有几块 一块这一条是 脂肠胸肌 Flexa Digitonum Longus 这块肌肉的肌腱跨过 内怀的后方之后 它会交错在浅层的位置 然后往前延伸出 四条肌腱的结构 连复到二三四五指的 远端趾骨 另外一块小腿后侧深层的肌肉 这一块是母肠趋肌 Flexa Herusus Longus 它绕过内怀后方之后 接着它会跨到深层 然后与表层的 脂肠趋肌交错之后 往前延伸到 拇指的远端趾骨 这是到这个主体脚趾的趋肌 另外在小腿前侧的部分 则是由往下延伸到拇指以及脚趾的伸肌 位在比较浅的这个长肌腱 它会分成四条肌腱的结构 延伸在竹背的表层 最后连复到第二到第五指的远端趾骨 这个肌肉我们把它叫做 脂肠肌 Extensor Digiton Longus 从深层绕出来的这个肌腱 则是要延伸到 大脚趾的远端趾骨 这条我们把它称之为 母肠肌 Extensor Herusus Longus 这些前侧的到指头的肌肉 除了让指头产生伸之外 还可以让竹踝产生背驱的动作 Dociflexion 而这些到竹底的这些到指头的长驱肌 它主要的功能是可以帮助 踩关节做直驱Planetar Fraction的动作 同时让脚趾做驱的动作 另外在内侧端的部分 分别有小腿后侧的伸层肌 以及小腿前侧的肌肉 会延伸到逐步内侧的骨头 它们分别是从颈骨的后方 以及颈骨的前方延伸出来 从颈骨的后方延伸出来 这块肌肉的肌腱 跨过内怀后方之后 它会延伸到内侧的骨头 包括了内侧的蟹状骨 以及第一直骨的肌部 还有部分的周壮骨 这块基鸿把叫做静后肌 TBS Posterior 另外从小腿前侧往下延伸过竹背 到内侧的竹部骨头的 包含了到第一直骨的肌部 到内侧的周壮骨 以及内侧的蟹犬骨 这条肌肌我们把它叫做 TBS Anterior 静前肌 静前肌与静后肌 除了分别造成 怀关节的背曲以及直须之外 另外由于它提供 足部内侧一个往上的拉力 因此可以帮助足部做内翻的动作 Inversion 另外在足部外侧的部分 则是有三块跟肥骨有关的三条肌肉 一条是从小腿前侧延伸下来 延伸到竹背连复到第五直骨肌部的这块肌肉 我们把它称之为第三肥骨肌 Peronius Tertius 另外两块就是小腿外侧的这两块肌肉 分别是长的 Peronius Longus 肥骨肠肌 以及底下的 短的 Peronius Bravis 肥骨短肌 肥骨管肌它会跨过踝关节 外侧的外颗 外怀后方之后 会往前连复到第五直骨的肌部 而肥骨肠肌则是会绕到竹底 肥骨肠肌的肠肌腱 则是会绕过外怀的后方 往下绕到竹底 从外侧往内侧 连复到内侧部分的骨头 包括了第一直骨的肌部 内侧的蟹状骨 以及周壮骨等这些结构 从肥骨侧这边下来的肌肉 除了第三肥骨肌 它可以帮助 怀关节做背曲 以及肥骨长肌跟肥骨短肌 可以帮助怀关节做直驱之外 另外这三块肌肉提供 逐步外侧一个往上的拉力 因此可以帮助 逐步做外翻的动作 和肥骨的肌肉 Avers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